不过说到了2026 其实他的案子 这是新竹市场高宏安 他从他的助理备案 2022年就已经成为选战焦点 一路延烧至今 7月24号即将宣判 好那在这个也有 也有风传媒出了幕后报道 就新竹市争霸站高雄 高宏安会请辞拼辅选吗 林志坚敏感时刻现身了 里面特别提到了 就是请辞拼补选 高宏安的阵营是驳斥的 就说这完全子虚乌有空穴来风 高宏安没有这样的规划 相关市政行程还是按部就班进行 地方人士表示高宏安还是请跑基层 完全看不出来受到官司影响 那么另外还有提到了 高宏安宣判之前林志坚现身新竹市 这是风传媒掌握 林志坚在7月5号突然已有 就不要去德国工作酒 不能见面为理由 回到了新竹市宴请地方记者吃饭 虽然整场参训之中 林志坚多在谈论永兴资本公司的业务 和未来发展 但在高宏安案宣判之前 林志坚突然回归了新竹市 即便没有要参选市长 但是否是宣示在竹市 还有关键影响力 让地方人士万位 好 先看到这边 小字算是磨刀祸祸祸 要重出江湖吗 可能性很低啦 出不来这个 因为第一个林志坚 并不是新竹当地人 他在新竹当地也没有什么 特别稳固的人脉 或者支持的群众 他是空降部队吧 所以这个怎么讲呢 他在桃园兵办以后再回来 已经被掏空了这个基础了 新竹市当地的民进党 对他也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所以我说他空降部队是个道理 你已经去了桃园 再回来就是空降部队 那你即使说本来在新竹经营了很久 你经过这么一个断层 政治上的断层不在时间多久 也许还有部分的群众对你有感情 可是问题在于说 你再回来要重建政治基础 有感情跟有政治基础是聊马子式 你说有几个新竹市议员敢跟你绑在一起选 这个政治是无比的现实的 人家都看你没有的话 你再怎么演戏也演不下去 那如果说今天说 新竹市的议员都还是这么挺你 那是有机会 可是我不认为新竹市的民进党 我讲民进党的议员 或民进党的地方角色 要角不会啦 他们这一次因为他 民进党是受伤惨重 所以很多人都把责任怪到他头上去 说你就好好的退休就好 你跑去桃园选什么 而且还掀开来你的硕士是假的 那这个是很难堪嘛 而且当时的确因为他 波及整个民进党全国的险情 所以他责任重大他必须挑起来 所以他只能走向其他的官员的路线 要在选举的话 民选官员的机会是几乎是没有啦 没办法 他把自己玩残掉了 他还很年轻也蛮可惜的 那至于说这个民进党 因为党内也有其他人想要选新竹市长 那你说你回来选 赌到人家的路 人家说你干了那么久的新竹市长 你要回来干嘛 而且赌到人家路 那就更难讲了 所以我是觉得 他应该有点聪明 应该不自己去揽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会来帮忙普选 帮忙募款 重新建立这个人脉受着政治关系 这个比较实际 那如果民进党继续执政 安排你一个什么职务 再加上金上清德先生 可能认为你是蔡英文的人 那这个跳到欢迎我都洗不清 不过我是觉得 金上也可以倒过来想 如果没有林志坚出问题 今天他不一定有机会 被提名选总统 你要倒过来想 就林志坚这个破口 使得蔡英文整个政治情势崩盘 把这个郑文燦带摔了 带摔了 所以党主席才轮得到你 你这个 带清德 那后来总统你又有运气给选上 蓝白不合你又有运气给选上 那如果没有林志坚 这个破口的话 很难讲 搞不好党主席就郑文燦 所以现在 被判刑的可能不是郑文燦 实在不一定 政治就是这么残酷 也是这么现实 所以我是觉得 林志坚一个人 已经像是什么蝴蝶效应 把民进党弄得这个晕头转向 所以虽然是他回来请集者吃饭 应该叙叙旧 重出江湖特别在新竹的几率 我论人不高了 好那在新竹市的这一局 当高宏安的案子即将要宣判 可是在现在感觉起来气氛诡诀 我先请教兵哥 就在这个部分呢 蓝白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 那当然很多人也看说到底合不合 你是说在新竹这边吗 对 现在大家都等着看宣判的结果 宣判结果嘛 对啊 那实际上 宣判结果有人已经预知了 因为青鸟 林志坚他们已经 就是去二十四号当天 就是要在新竹这边 办一个青鸟的聚会 要板斗开流水席 然后说要从那边开始发起 罢免高宏安跟郑政权 那请问一下 他如果不是预知了 高宏安会被判有罪的话 他们在那边办这是办什么意思 对不对 如果那天判的是高宏安无罪了 那请问一下 他们在那边要办什么 办灵堂啊 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他们会在那边 办这个东西很明显的就是 我不知道他们是有内线消息 还是怎么样 就跟赖清德一模一样 赖清德可以预知 大把关的那个判决结果 事件结果 那这个陈其中也预知 然后现在青鸟也都预知了 现在整个民进党就干脆不演了 再告诉我们所有的司法系统 都是你们在操纵 就是这个意思嘛 不然的话为什么你们这么笃定 正常的 照理来说 你就算你想要去罢免高宏安 或是甚至罢免郑政权钱 正常不会选那一天 为什么 你会等到高宏安被宣判判确定了 然后这个时候再说 你看他是有罪的 那个民众党是多恶劣多恶劣 这个时候再走上街头来发起 民政言顺嘛 然后就故意再选那一天 好像知道一定会发生什么事 这不是很怪吗 但是民进党现在就没再跟你演了 我们就这样干了 不然你是要怎样 所以我觉得 反而是民进党演得这么极端 本来照理来说 民进党比较应该走的策略是什么 让你蓝白自己去抢 让你们自己起内候 结果 民进党现在用这么强势的方式 去处理这些事情 反而会逼着蓝白都会怕 就是变成 你们如果一旦分开 一定被他个个击破一定死定 所以反而会让他们就算 就算彼此对对方没有那么满意 但是不得不屈从他 我刚不是讲吗 这次其实上部最多的是国民党 在立法院里头 很多案子他们提出来就撤回去 要不然就是 就直接配合民众党的案子去做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自己也知道 这个时候如果让人家觉得 你蓝白分裂 民下就完了 就马上就被民进党干掉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 过度强势的作为 而且没事就说要把青鸟放出来 这样子真的 你以为你是在下国民党吗 我觉得你反而在逼着蓝白 非合不可 这样对民进党的策略 就紧紧抱在一起 对 因为下了半时 下了瑟瑟发抖 只好抱在一起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